Hello,大家好,这里是Am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扮演一次你们的司机家教官家主播 好了,你们还记得上一区我们关于Lender's Permit的那个视频吗 也就是考驾照的比试部分 如果你们不记得,没关系,可以回去再看一遍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主要简单的模拟一下整个路考 也就是考驾照的第二部分 路考的主要的考点,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你们一定要仔细看哦 只要你们认真看了这个视频过,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相信我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演示吧 在一般路考开始之前,教官是不会直接就坐进去 然后你开始开车 他会站在车外面,需要你演示一些指令 所以我现在要到车里面跟你们演示一下 好了,我现在已经坐到车里面来了 为了方便拍摄,我们把这个门打开了 但是你到时候考试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 坐上来之后,先调好座椅的间距 然后系好安全带 现在我们要把车的电的那个功能打开 就是在你发动车前一步的那个 好,打开了之后 下面我来演示,考官会做出一些指令 这些指令部分先后顺序啊 好,首先要打开左转向灯 left turn signal 就把这个往下一波 看这个signal亮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右转向灯 往上一波 right turn signal 然后是emergency light 这个红色的三角形 在这里按一下 双闪 接下来还有一个功能有时候会考到 叫defog 就是这种像三个雾气这样往上冲的这个 你按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雨刷 如果你雨天去考试的话 考官可能会让你演示 我自己考试的时候 他没有,因为我是晴天考 叫windshield wiper 在那个外面 用这个来控制它 好,考官还会让你演示一下你的喇叭 为了方便演示刹车灯 brake light 我先把车发动了 然后我踩一下后面的那个灯就会亮 演示左转 打左转向灯 然后左转 现在我们来演示右转 这里有一个stop sign 要全部停下来 打右转向灯 进行右转 检查左右两边没车好 可以转 在执行了一段之后 我们要演示一下路边停车 停的时候 打一下右转灯 提示一下后面的车 这个时候你的车尽量地靠近这个路沿 但是也不要靠太近 把自己的轮胎压到那个马路牙子了 路边停车之后 考官会让你进行倒车 也就是reversing or backing up 直着倒就好了 尽量做到笔直 或者和路沿平行 标准的倒车姿势就是 左手握方向盘 右手放在副驾椅背后 通过左右后视镜 和后面的挡风玻璃 随时注意周边路况 需要结束时 考官会喊停 演示完直着倒车之后 要开始考下一个项目 三点掉头 这个时候尽量保持车身 挨路沿近一点 给自己更多的空间 先打左转向 打到底 让整个车身横在路面 然后停一下 把右 打向右边 打到底 然后再移动车 让自己的车身尽量地转过来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可以掉头了 你们可以看到 从右边的那个箭头 变到左边这个箭头来 掉头成功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换道 Changing Lanes 如果从右边的车道 换到左边一条车道 准备变道时 打左转向灯 然后需要确认 左后方和前方 跟其他车辆的车距 首先看后视镜 确定后面车的动向 再看左后视镜 来确定与左后方车的距离 然后快速转头看盲区 再确认左前方车距 是否足够 如果前后都在安全车距内的话 就可以换道 以上一系列动作 要尽量熟练迅速地完成 我们要演示一下红绿灯 前方有红灯 我们准备直走 然后在这个红灯这里要减速 如果你看到你前面有车的话 你要注意前面车的刹车的灯 它停了你要停 好 现在绿灯了 我们可以往前走了 我们现在看到前面有一个牌子上写着25 表示这里是限速 你这个不能超过这个速度 你可以稍微低一个几mile都没有关系 不要低太多了会影响正常的交通 好了 现在大致要考的我们已经演示差不多了 这时候考官会让你回到DMV停车场 然后他会让你把车停下来 这也是一个考点 停车记得走大弯 一步到位 好了 完成了 好了 今天我们所有的录考的那个小点都大致演示完毕了 还有更详细的信息呢 和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会放在微信公众号 Amy说一说 请大家去看那篇文章 会对你们更有帮助一些 我希望你们在录考的时候能够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 然后记住里面的话 如果你真的录考顺利了 请在留言下方留言 可以请主播喝咖啡哦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 就给我们记得点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